基于自己的身世吧 你特别想扮演别人生命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所以才会发生以上的情况 就是当女生生病的时候 居然你不在身边 当你想用各种方法去扮演一个 我是无所不能的人的时候 居然他两周都可以不联系你 让你觉得情绪马上失控 你不能理解 但其实你想想看 你所做的是他需要的 他需要人去同情吗 他需要人去可怜吗 不 他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对他不设防的人 真正可以彼此信任的这个男人 能力不见得一定要有多高 但是他要敞开心扉 但是你没有 你没有把心交给他 以至于他想创业的时候 你总是磨棱两可 而且说到以后的打算的时候 你也不置可否 你没有交心 你做的都是表面工作 你没有真正懂这个女人 而这个男人是否是你想要的那个人呢 我猜未必 你还在观察 你们现在没有谈婚论嫁吧 就是在恋爱吧 那就放轻松吧 他不见得不是你想找的那个人 只是你没有给他足够的机会 去加深了解 你放轻松 你也要放轻松 我觉得慢慢去磨合 这件事不一定不好 放轻松去谈恋爱吧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小虎 如果你们分手了 你认为是因为什么 可能 背叛 不爱 没有爱过 你能接受哪一种 背叛 啊 就是说如果肥腰在 刚才你列举这个 三个选项中 我宁愿选背叛 为什么宁愿选背叛 可是他没有背叛事实 是 我宁愿他爱过我 所以 我想即使是分手的话 在你们这段关系的分手的时候 你要实实在在地告诉他 不是我们跟他说 是你对他的真实感受 有没有爱过 爱过多深 为什么要分开 是坦诚地跟他分手 这是他能接受的 我相信他能接受 对吧 今天不接受 明天也得接受 你得面对生活 所以我劝你一句吧 面对现实吧 小伙伴 这个姐姐很喜欢你 也喜欢过你 但是这个姐姐觉得 跟你在一起生活 她会觉得无靠 你其实需要 现在需要一个 特别轻松的恋爱 因为你还小 你是不是应该 在你生命当中 去做一些 你认为更有意义的事情 对吗 兄弟 不做一个最好的厨师 也许你有其他的想法 我觉得你能做得很好 其实我觉得 在我们这个现场 真的能帮到他的 让他正确面对的 只有你 你把你对他的 所有真实情感 说给他 远远超过 我们说的所有的话 你需要有力量 这个时候 你更需要坚强 好吧 来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秒 说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只是你的个人经历 更爱你的人会全部接受 不爱你的人他有权利去拒绝 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